鉴于疫情防控需要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近期发布通告 3月21日至27日 到工作场所上班的人员 均需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坐落在厦门海仓区的台资三甲医院 厦门长庚医院第一时间响应号召 派出近500名医护支援核酸检测工作 离医的拖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注意自己的安全 有什么事就回来跟总部联络 还是一样 谢谢大家 因时间紧迫 不少医护人员都是半夜被叫醒 在最短时间内赶赴医院集结 疫情爆发两年多来 来自台湾的厦门长庚医院院长蔡银黄 每次都要为医护人员送行 像家长一样 反复叮嘱医护人员要注意自身的防护 根据安排 医护人员赴各自的采样点 穿戴好防护服 踏上核酸工作一线不停忙碌 这些支援的人员中还包括20多名 来自台湾的医师和护士 他们主动报名加入核酸检测工作 携手大陆同胞一道 共同守护美丽的厦门 疫情不走抗战继续 那这已经是好几次出来支援了 那今天呢好在天工作美 天气还算可以 虽然很累 但是呢很愉快可以帮助这么多人 就是民众特别是小朋友 看来采核酸的时候 看起来都非常害怕我 但是当我叫他张开嘴巴的时候 他都非常配合也很有感 令我非常佩服 这个疫情已经连续于两年了 而且我们都有做疫苗 就打过疫苗 都打了三剂 而且有做一个非常好的防护 觉得我们不太怕 这些台籍医护中 有不少人多次参与核酸工作 他们坦言 每班八个小时的核酸过程 确实很累 但面对乐观的民众 内心依旧倍感欣慰 民众呢其实表现得比较乐观一点 那他们其实也挺配合的 然后每次跟我们做点 就是我们帮他采检 他都会跟我们说声谢谢 就感到非常的欣慰 来自台湾云林的郭子佳 2009年到大陆读书 2018年开始从事中医工作 疫情爆发以来 他四次前往一线支援核酸检测 这次在海仓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学校为学生核酸采样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 让他惊喜万分 那采检的过程中呢 就有遇到一个小学生 然后给我送了一幅 向阳儿生的一幅图画 那当时呢 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第一次在采核酸的过程中呢 收到这个 这个这么有毅力的图画的时候 我都一直在想说 哎呀天哪 我真是辛苦没白费了 久久不能平复的郭子佳 特地在休息的时候 为这幅画拍照 加上特效音乐 做成视频分享在朋友圈 从第一次核酸时略感生疏 到现在当队长 带领医院的小伙伴们 一同抗议 郭子佳告诉记者 这是他身为医者 应该承担的使命 这就是我最初想要做的事情 这你就是愿意付出你这一份心力 然后去帮助这些 或者是说让核酸这个做的 就是进行的更好 据了解 厦门长庚医院 此次派遣的近500名医护 奔赴厦门海仓区33个采样点 四天的核酸检测工作中 共采样约25万人次 厦门长庚医院 厦门加油 厦门加油